大家好,我是吴云君,给大家看一下这个FB,Facebook公司的这个图形 它现在是一个这样的机会,说会涨19%,也就是说306块钱 当前这个人已经是到282了,已经创了新高,底部三角 中期目标就是六个月,六个礼拜到九个月之间会有一个300块钱的出现 短线这个KST指标上涨日期于移动军舰帐篷,也就是这个平均成本价 从而触发了看涨信号,我们具体来看一下是什么情况 是这个图片,它是这个,收窄,然后这个像马宝国,接货发 然后接下来就来接货发,继续 所以总的来讲呢,就是这个往上,应该还会往上攻 这个出现300块钱,应该是理论上是有可能的 那我们谈一些大方向,这个抖音TikTok不是这个有一个情况吗 这个收购的情况还不明确 所谓的不明确的是要么收购得了,要么收购不了 这个就很明确了,就要么行,要么不行,对吧 那这两个的话,大概率有可能不行,我认为 所以它就会成为这个,还是它是老大 它的Instagram啊,它的什么,这些还会往上直接通播到这里 它已经超出了这个,它又会回调一波,然后再上攻 然后总的来讲的话,再看这个,它这边给出的预期 短期也是涨的,中期也是涨,长期也是涨 那我们看一下主要股东的表现,主要股东呢是 哎,sorry,sorry,好了,看到没有,看到没有 它卖的多 卖的,接起来 这个900多万,接起来900多万 但是这几个卖的已经超过,超过了1000万了 1500万卖出 那再来看到下面这个ETF ETF现在这些也是,这个第一老大Rangor是买的 第二这个卖220万 这个又卖202万 它只有一个大头是282万 所以总的来说的话,还是卖出的多 获利套现走的多 那我们将拭目以待这个TikTok的最新情况 TikTok的这个直接决定了它能否变成一个FB能上到300块钱的一个情况 大家可以多看看新闻啊 谢谢大家